西班牙导演卡拉·西蒙的电影《阿尔卡拉斯》 在2月16日星期三获得了柏林电影节的最高奖项金雄奖 西蒙本人在阿尔卡拉斯村的一个桃子农场长大 他的电影是使用该地区的业余演员制作的 他在乡村集市上招募并指导一个小农家庭的几代人出演 阿尔卡拉斯 评委会主席奈特·沙马兰宣布了最佳电影奖 这是自去年新冠疫情强制停业后 重返现场放映以来的首次颁奖典礼 沙马兰赞扬了他在从儿童演员到80多岁的演员阵容中 展现的优秀组织和领导能力 最佳导演银雄奖授予法国电影制作人克莱尔·丹尼斯的《刀锋两面》 而纳塔利·洛佩茨·加拉多则凭借他的首部故事篇《宝石长群》获得了特别奖 韩国导演洪尚秀凭借小说家的电影获得银雄奖 在2月10日至20日举行的电影节上放映了250多部电影 其中18部参与争夺柏林电影节的最高奖项金雄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